9月6日,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,在当天下午,以粤港澳大湾区开放新引擎的分组讨论会上,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斯康指出,对比京经济经济区与长江经济带,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核心是发挥其开放的区位优势,将其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。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,对于交通布局进行一个重新的模范,交通布局成统以后,来改善整个区域的资源要素的分布,还一个就是构建具有国际技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,最后就是打建了一个合作的平台。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总裁张晓蕾指出,粤港澳大湾区及纽约湾区的金融属性, 硅谷湾区的科技属性和东京湾区的产业属性三者之大成,未来发展潜力巨大。 谈及如何从金融领域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,他认为,银行的跨境开户是第一步,金融必须实现互联互通。 我们一定要走出国,成为世界主要的互动货币。 大湾区有些天都是香港是文明国计划,国际性市场最主要的一个支撑的锚目。 另外当然是扩大两个居民最精通产品的投资需求。 丝科全球副总裁肖杰云指出,与其他湾区相比,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面积最大,人口最多,高低端行业并存三大特色,应从互联、赋能、技术融合三方面发挥其特色。 第一是互联,把所有的数据粘在一起,万部互联,第二就是赋能了。 其实做ICT这个技术行业的人才其实并不多,在这大湾区里面。 我觉得企业好,政府好,可以抓住这一方面的一个契机,能够进行培育。 第三呢,方法我觉得也是可以用技术来做的如何? 比如说,我们在医疗方面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共享信息。 比如说我们在教育方面,试着可以做,用移动教育来把整体的这个人口公益释放。 应该是利用这些优势呢,去吸引不同的外职,来到我们老板区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